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首先说说布达诺夫的妻子中毒事件 11月28日 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将军的妻子马利安娜 布达诺瓦因实物导致重金属深拱中毒事件被曝光 经过检测它是重金属深拱中毒 而且如果它再晚来一个星期 就会不可挽回 由于马利安娜情况和身份的特殊性 它没有出国 而是在基辅完成了第一个疗程的治疗 目前情况比较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其他六名情报官员 由于体格较大 体型较重 没有出现前期反应 但是事件发生后 他们也被送去检测 也全部都检测出来了体内重金属含量超标 目前也都留置检查和治疗 该事件震惊了世界 让人们联想起举世闻名的伦敦投毒事件 以及乌克兰前任总统和官员中毒事件 还有在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官员和企业家的类似的事件 目前乌克兰情报局 已经对此次投毒事件展开调查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真相大白了 在蒂涅伯河左岸赫尔松地区的克林基村 也就是俄乌两军激战最激烈的地区 俄军很可能再次损失了一名高级军官 多个国家的权威媒体 11月30日报道 俄第14级团军副司令兼著名的塔曼师师长 扎瓦斯基少将 在乌克兰占领区被地雷炸死 俄方没有披露他死亡的时间和地点 扎瓦斯基2000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诸兵种 合成指挥学校 这位少将曾被授予俄罗斯勇气勋章和多项其他奖章 根据报道看 关于扎瓦斯基少将的死亡 有两种不同版本 其一是触雷 其二是被乌军装甲车的机关炮击中 不管哪个版本都表明贵为第14级团军副军长 扎瓦斯基少将深入一线指挥作战 而在一线 不管是地雷还是炮弹 根本不分你是将军还是小兵 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 即不管俄军还是以色列国防军 在战争中都损失了大量军官 尤其是高级军官 不少人就开始将俄军跟乙军对等起来 称俄军军官跟乙军军官一样身先士足 这明显不了解俄军和乙军的风格 从建军开始 乙军军官就遵循跟我来的传统 进攻时冲在第一线 撤退时士兵先走 军官留下 这也是历次战争中 乙军军官损失特别大的原因 很多人建议改变这种传统 但最终没有改变 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力来源之一 至于俄军 不管是沙俄 苏联还是现在 一直都是给我上 而不是跟我来 俄军军官在乌克兰战场上深入一线 原因无他 指挥通讯系统有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很多 高级军官不靠近一线 难以有效了解 指挥 好在经过多次写的教训后 俄军多少做了些改进 包括无线电隐蔽 高级军官身边不再前呼后拥 尽可能避免引人注目 可即便如此 一线的危险性 也得让所有人自求多福 包括将军们 就目前的情况看 俄乌两军都试图在天气情况变得更恶劣 前取得更多进展 但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很难说 这场战争很漫长 乌克兰及其支持者 严重低估了克里姆林宫 对俄军伤亡的容忍度 回到战场上来 俄乌战争进入第645天 过去24小时 俄军依然向乌城市发射无人机和导弹 绝大多数被乌防空系统拦截 尽管受到了暴风雪的严重影响 但俄乌两军并未停止作战 确切说是俄罗斯军队并未停止进攻 不过根据战报看 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 本就优势不再明显的俄军炮兵和航空兵 又被削弱 俄罗斯军队损失很大 而且没有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进展 俄军仍在各接触线上 发动人肉进攻 均被乌军击退 事实上 俄军出动的人员和装备 根本没有靠近乌军阵地 就被乌军炮火精确点杀 东部前线 北线的焦点 依然在辛基夫卡和彼得罗巴弗利夫卡 俄军继续试图此方向寻找突破口 但过去一周 他们对辛基夫卡西北部和北部进攻 全都以失败告终 由于损失惨重 被打残了的俄罗斯第11集团 军地18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 被迫后撤 以进行必要的补充 只留下了该师第79摩托化步兵团 及第11坦克团的独立部队 南线克里米纳方向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部队在系列不良林业地区 托斯基 托斯基 特尔尼以东 杨伯利夫卡击退了俄军的15次进攻 并且成功利用远程炮火 打掉了赶来增援的突击队和装备 战斗中出现了乌军坦克 追逐俄军步兵的场面 还有与亚素战士共同阻敌的 巴西志愿兵的身影 巴赫木特前线 在北翼 俄军正在装甲车的支援下 向维拉诺夫斯基苗普方向进行突击行动 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 西侧的赫罗莫沃 昨天有消息称 其已落入俄军手里 但乌克兰著名的战地记者稍晚证实 赫罗莫沃仍然完全处于乌军的控制下 过去三天 这里的战斗异常激烈 俄罗斯军队一度占领了赫罗莫沃村的 大部分地区 以及该村以北的部分林带 但是 最后乌军在村子的东部和东北部 击溃俄军 随后反攻 最后把俄罗斯人赶到了村子的西北部 伊万尼斯卡方向 由于这里连接着进城的T0504公路 过去一个星期 这里的战斗也非常激烈 最终俄军不仅寸土未得 还丢失了几个阵地 难易的局势比较困难 俄罗斯东部集团军的精锐部队 很可能都集中在了这里 他们明显增加了进攻的频率和强度 特别是在克里什齐夫卡 安德里夫卡 库尔九米夫卡轴线上 克里什齐夫卡方向 俄军在占领了村庄北部的一个高地后 正继续向村庄方向和铁路沿线施压 在村庄以南 俄罗斯人在铁路交汇处找到了突破点 并发动了袭击 那里的火车站似乎已在俄军的控制之下 阿福迪夫卡前线 北端无战线变化 在工业区和度假村方向 俄军正在轮换并调集预备队以恢复突击行动 在交化场场北部 俄罗斯人正试图突破乌克兰的防御 但没有取得进展 东南部工业区地区 俄罗斯军队继续向西部和北部方向进攻 西南部 俄军再度在沃迪亚尼和佩尔沃迈斯克之间 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 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消息来源的报告都显示 这次进攻被彻底击败 除了满地的人肉 还有至少19件装甲被毁 南部前线 乌军在沉寂多时 新约马斯克发动了一次小规模进攻 并取得了成功 将俄罗斯人从多个阵地上赶走 俄军在坦克支援下的反击被击退 包括一辆T90在内的两辆坦克被摧毁 此外 昨夜托克马克郊区多个俄军目标被炸 可见阿富迪福卡依然是俄军进攻的重点 这里就像是又一个巴赫木特 交化场的坚固程度堪比亚素钢铁厂 但俄罗斯军队已经没有了攻打亚素钢铁厂时的 压倒性火力优势 这意味着即便是没有拿下交化场 而仅仅是保持进攻态势 俄罗斯军队都得付出更大代价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人员伤亡的容忍度很高 高到乌克兰政府及其支持者都发生了误判 英国国防部发布的情报简报显示 俄罗斯军队正在战争中 频繁使用安装了华翔制导套件的500千克级 RBK500级数炸弹 根据型号的不同 每枚RBK500会释放大约100到350个子炸弹 每个子炸弹通常会迸射出数百个高速碎片 或者一个更大的反坦克弹头 俄军主要在乌勒达尔和阿富迪夫卡 使用这种重磅极数炸弹 也是在这两个地区 俄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阿富迪夫卡不说 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 过去三周里 俄军在乌勒达尔损失了超过100辆坦克和装甲车 尽管存在可靠性问题 包括滑翔制导套件和紫炸弹起爆率的问题 但有一说一 在对付装甲部队的时候 极数炸弹确实很有效果 不过 问题在于 乌军在这两个地方处于防守状态 不会主动暴露 乌军在使用美元极数炮弹时 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极数炮弹对付进攻的敌人最有效 在对付防守的敌人时 虽然有利于清扫战壕 但效果还是会打折扣 俄军在进攻中使用极数炸弹 效果似乎并不怎么样 要对付处于防守状态的对手 重磅高爆炸弹效果更适合 如果具备穿甲能力 能够打穿建筑物或攻势的坚固外墙 在里面爆炸 效果就更好了 俄军现在好像根本不管目标状态 就按照上级命令 不管什么目标都投放极数炸弹 地面薄荷前线 目前基本已经确认 俄罗斯14级团军的副司令 在欧拉 Pressden附近被地雷炸死 昨日 乌军远程袭击了尤维莱茵村的一座建筑物 那里据信正在召开高级官员会议 结果至少有5人死亡 此外 乌克兰的FPV无人机摧毁了 克林基以南的俄罗斯无人机控制中心 以及一套山毛具M3防空系统 一位俄罗斯空降兵上尉发布影片 抱怨乌克兰人组织的非常严密 有太多的多管火箭炮 急速弹药 无人机等等 而俄军虽然也有无人机 但使用起来很困难 他们的部队损失惨重 一个部队只剩下7名空降兵 不得不从前线撤出 他的部队还剩下20人 他想知道他是否能活下来 乌总参谋部在11月29日报告称 在赫尔松多案作战 隶属于俄黑海舰队的第810海军陆战旅 由于缺乏炮兵协调 战术情报传输 和其他部队在该地设置的雷区位置降途 导致海军第810陆战旅 上个月有50人误入雷区伤亡 这使得现在这支部队拒绝前往 驱逐渡过地涅伯河的乌军 俄军第18集团军 不得不派遣其他部队接受他们的防区 主要负责赫尔松地区防御的 俄罗斯地涅伯集团军 由前线在战场上被打残的黑海舰队 离海舰队 南部军区 中央军区 北部舰队和空降兵众多部队组成 他们退居二线 主要是为了获得人员和装备的补充 因此战斗力低下 这也是乌军小股部队 在赫尔松地区渡河作战 引发俄罗斯舆论恐慌的原因 莫斯科似乎终于意识到了 乌克兰军队在这里的威胁 据乌克兰新闻报道 莫斯科任命的赫尔松州长萨尔多宣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下令 俄军夺回赫尔松 我周五与最高统帅和军队进行了交谈 每个人都决心返回 萨尔多还宣称 普京还打算接着拿下乌克兰南部更多城市 包括尼古拉耶夫 奥德萨和伊斯梅尔 不过根据战报看 乌军在蒂涅伯河左岸赫尔松地区的控制区 仍在不断扩大 向克林基东部的森林 纵身推进了一公里 逼近M14公路转弯处 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 则击退了俄军第61海军陆战旅 和第177海军陆战旅的联合进攻 俄军损失多辆轮式装甲车 公开报道显示 在蒂涅伯河左岸的赫尔松地区 俄乌两军力量悬殊 乌军第36陆战旅 在那里只有不到千人的兵力 甚至可能只有两三个连 大约三四百人 俄军则有上万人 集中了多个不同番号的部队 如果编制满员的话 数量可能高达一万九千人 而且包括空降兵 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 这些精锐 不过 即便是有来自 克里姆林宫的命令 那里的俄军 似乎也不愿继续进攻了 乌军人数虽少 却能够得到 地孽薄河右岸的炮兵支持 乌军甚至根本不用开枪 只用多悬翼无人机 监控战场即可 一旦发现俄军进攻 爆出坐标即可 俄军炮兵和空中力量 同样被压制 前线部队没指望 能获得实时空中支援 只要能压制住敌人就行 但就连这也没做到 乌军苏25攻击机 不时在地孽薄河左岸活动 用机炮 火箭弹和重磅炸弹填地 俄军第810海军陆战旅的 电报群里 名为David D的人发帖 称在与兄弟部队多次沟通后 认为俄军应该改变 每天血腥 有毫无意义的进攻 很多军官建议封锁该地区 只是炮击乌军阵地 同时打击右岸 摧毁乌军的一切基础设施和攻势 并阻止乌军继续向左岸运送兵力 但要何不及 尤其是采取所有手段 消灭乌军所有火力点 David D认为 俄军不可能在一个月内 拿下被乌军占领的 地孽薄河左岸赫尔松地区 反而掉进了陷阱 俄军现在每天都派出部队进攻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回来 俄军在进攻中 遭到乌军联合火力网杀伤 而且俄军还存在严重的协调问题 不同部队各自为战 没有配合 David D称他不指望指挥部能听他的建议 但他的建议跟军官们一致 必须改变战术 克里米亚战区 今天凌晨 乌克兰远程导弹 访问了临时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主要目标是俄罗斯空军第43航空团驻扎的萨基机场 据初步统计 已有30名俄军士兵死于这次袭击 俄罗斯战场 布良斯克的一处 存放沙赫德攻击无人机的仓库被炸 俄乌战争爆发第646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118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32.88万人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3辆坦克 28辆装甲车 13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三套特种设备 一门火炮 十架无人机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阵亡官兵约7.7万人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2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据图片报报道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战争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在其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常规部队 俄军的伤亡已超过30万 数百架飞机和数千辆坦克被摧毁 所有这些都凸显了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战略错误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不能低估俄罗斯 俄罗斯的经济已处于战争状态 普京对伤亡的容忍度很高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没有改变 斯托尔滕贝格告诉他的北约同仁们 战争不会因为俄军损失 持续快速上升而很快结束 必须做好长期支持乌克兰的准备 与此同时 俄军已经囤积了大量导弹储备 准备尝试再次摧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北约需要继续支持乌克兰防空网 芬兰当局于11月28日宣布 芬兰将于11月30日午夜 关闭分俄边境最后一个开放的边境检查站 直到至少12月13日 以防止俄罗斯故意将非法移民驱逐到芬兰 为了帮助芬兰更好地实施边境控制 波兰向芬兰派出了一个军事小组 向芬兰提供边境管控方面的经验 俄罗斯这招纯粹就是恶心芬兰人的 除了拉仇恨和令欧洲人对俄罗斯更加厌恶 不会产生任何对俄罗斯有利的效果 当地时间11月28日 匈牙利外长西尔多在北约外长会休会期间表示 北约成员国应重新考虑其失败的乌克兰战略 西尔多称 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北约不参与俄乌冲突 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 西尔多还指出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之间仍然弥漫着战争气氛 本次会议上几乎没有和平意思 西尔多称 北约与俄罗斯对抗非常危险 必须停止对乌军援来迫使双方停火 当西尔多发表上述言论时 北约各成员国的外长们 像看马戏团的小丑一样扫他一眼 然后不顾外交官们的应有礼仪 要么闭目养神 要么交头接耳 根本无视他的存在 11月29日 北约乌克兰理事会首次举行外长级会议 讨论了增加武器和弹药生产的步骤 北约报告说 正在制定乌克兰与北约全面合作的路线图 并重申支持乌克兰在未来加入北约的道路上 进行民主和安全部门改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